那個2%定律 這本書的話就是有大概有機會也可以去 就是去書局那邊翻一翻 你不見得要買 你只要翻一翻 你覺得不錯的話就是看一看 我覺得這對大家都是我的幫助 因為這本書就是說 它是一個國外的翻譯書 然後那個大事無話出版社 他就是找某個夢來寫序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負債累累的人 你要怎麼利用負利的法則 這個2%的數字這個方式 然後可以讓你慢慢的減輕你的負債 然後到最後你可能不出一年到兩年 你就可以把你還幾百萬的負債都給還完了 那你又可以就是邁向你自己真正想要的 貪妝負債的人生這樣子 我覺得這本書其實是蠻不錯的 因為他們書給我之後 我大概花了兩天時間就把它全部都讀完了 這覺得是一本值得一讀的書 真的還不錯